赵伟笑道 蒋家多半不会帮他这个忙 也未必愿意在麻烦缠身时 再跟赵燕这样的小人物纠缠不清 叫人抓住把柄 可是赵燕不知道啊 再说 他即使带走了牛氏 也没什么关系 如今的牛氏 可不是他离京前的牛氏了 重病缠身不说 手里没有银子 身后没靠山 身边更没有爪牙 他日后若能乖乖地听这个孙子的话 兴许还能温饱不愁 但他若是妄想用从前的手段 来挟制赵燕 赵燕能气他第一次 就能气他第二次 到时候他就算后悔 也来不及了 赵秀想想那个情形 不由得心向枉之 好可惜啊 后续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也没法知道了 不然真想看看牛氏倒霉的样子呢 短期那一回 他还不够倒霉吗 若真想知道 等赵燕下了船 六房的伙计自然会将他上岸的地点 传信回来 到时候再托人打听便是 我们先去给祖母报信吧 赵秀也笑着站起身 突然打听就不必了 从此断了阴信是最好的 免得叫他们发现了 又再次地缠上来 兄妹俩去了张氏的屋子 将牛氏与赵湘 遇上赵燕 牛氏跟后者走了的消息 告诉了张氏 张氏念了声佛 阿弥陀佛 这样也好 赵燕他们卷走了全家人的财物 本就不该 如今既然重聚了 也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 牛氏为他兄弟二人 将泽哥逐出了家门 他反而带着生母弟妹逃走了 这不是大不孝吗 赵湘固然是个畜生 他也强不到哪里去 不过 他能够接回祖母凤阳 就证明他还有可取之处 不至于丧了良心 赵秀与赵伟对视一眼 聪明地选择了 不把他们的猜测照实告诉祖母 张氏又继续说道 回头你们别把这件事告诉泽哥 现前他知道祖母与妹妹投奔蒋家去了 就放下了心 如今要是知道他们没去蒋家 反而跟赵燕他们在一起 说不定又要担心了 横竖他已经离了那个家 牛市再难 也没问过你们启轩哥 泽哥在哪里 没想过要重新认回这个孙子 那他又何必再为这样的亲人操心呢 他妹妹是个心狠手辣的 能离得远些 反而还是件姓氏呢 赵秀眨眨眼 祖母 你是不是听错了 牛市是跟赵燕他们在一块没错 但是赵香没打算跟他们走呀 他应该还是要继续往济宁蒋家去的 张氏吃了一惊 什么 他一个人去蒋家 他脸色沉了下来 果然 当初就不该信这丫头 他当初会对祖母下毒 如今又将病中的祖母 伸给树母和树兄 自己去过富贵日子 可见心性凉薄 当时我们就不该饶了他 即使不便送去官府 也当直接将人扭送你故安 从此断绝陈缘 一辈子不许他出来见人才对 这算张氏少有的重化了 可见他对赵香的深恶痛绝 赵伟劝他的 祖母也不必生气了 其实这样也不是坏事 蒋家未必乐意见到牛市 赵香去了他家 也未必就能安享富贵 而赵燕对牛市再不好 也不会对他下毒 他有本事 也有银子 将来的日子 不会过得太差 至少温饱是不愁的 张氏听了 仍旧怒气难消 我难道是在为他们祖孙操心 只是看不得有人行事 如此的刻薄不孝吧了 赵香还是郡公爷的血脉呢 传出去 岂不是坏了郡公爷的威名 祖母又忘了 咱们家先是逐了小掌房出足 又跟牛市与赵香正式签了断亲书 赵香怎会还是祖父的血脉呢 无论他做了什么事都与祖父无关 张氏想起来了 叹道 哎 既然如此 世人 终归是知道实情的 牛市一辈子自以为得意 实际上就没做对过一件事 他曾经眼里只盯着爵位 为了爵位 不惜耸恿丈夫对我们赶尽杀绝 最终只落得个自取灭亡的下场 试了爵位后 他若是明白人 就该劝说儿孙自强不息 城镇家门 他却只知道追名逐利 让儿子投靠逆亡 行大逆不道之事 最终还不是落得一产空 还有教养儿孙 他也做得一塌糊涂 泽哥自幼不是他教养的且不提 照眼照曼眼里 只有生母与同胞手足 对他这个祖母视若无睹 对生父也不见有多么敬重 赵湘更是无视父母的孝妻 狠心对祖母下毒 牛氏到底是怎么教的孩子 难不成他只教他们 如何地争名夺利了 我们赵家最大的祸食 就是把这个脚架精 给取进了门 赵秀颇有同感 是啊 赵眼那边还好 他记小前姨娘在先 小前姨娘所出的孩子 对他生出怨言也是正常的 最难以理解的就是赵湘 赵湘是牛氏亲手教养长大的吧 他都学了些啥呀 老是端着千金小姐的架子 自命不凡 听说以前还曾经认过 嬴王侧妃做干娘 打算要嫁进高门大户 是不是 成了犯官之女 还敢肖想汪家的儿子 我看他一直就没有决过高架的心思 他怎么就那么执着呢 他现在都落到这个境地了 还想要嫁进高门大户 当真人家是傻的吗 这些都是牛氏教的 张氏冷笑 哼 牛氏这辈子想过的福 都是因成功嫁进了高门大户而来 他一心想要让孙女高架 赵湘也在尔轩目染下歪了心思 又有什么奇怪 一个个不思长进 只想着歪门邪道 这辈子的出息也就是这样了 所以你们一定要吸取教训 今后教养后代 一定要让他们记住 只有自己的本事 才是自己的 一心想靠着好亲事出头 还不如早早地回乡下种田去 也省得在京城丢人现眼 误了祖宗的威名 赵伟与赵秀连忙起身 乖乖地应了事 张氏的心情稍微平复了些 但想到赵湘的形势 依然很生气 赵秀见状 便拿些开心的事来转移他的注意力 祖母 侯府宅子已经整修好了 几个主要的院子 也布置得差不多了 我听他们说 祖父养老的那个院子 他们都照着从前的模样 重新整理好了 就连以前院子里种的桂花树 也从别处挖了一株外形相近的 移植到了同样的地方 几个老人家都说 那院子就跟祖父再是一模一样呢 祖母要是看见了 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张氏勉强地笑了笑 是吗 他们有心了 只是那个院子丢失的东西已经太多了 就算找来相识的物件补上 也不是原来的东西了 不过图号人力罢了 这又是何苦 赵秀芒说道 钱都找回来原来的是不可能了 但未必就不能找回旧物 我听他们说 原来当日祖父院子里的东西 是牛市做主扔的 并非抄家抄走了 当时做事的仆人听牛市说 要把东西拿去烧掉 都觉得大不妥 几个仆人都是府中的老人了 事后过祖父多年 知道那都是祖父生前的遗物 怎么能烧掉呢 即使是要烧给祖父在地下继续使 也当拿到祖父坟前烧了才对 怎的办丧事实不提 反而等赵炯移灵回乡后才说这事呢 他们私下商量了一番 就把东西抬走了 回禀牛市说 东西已经烧了 其实是藏在了庄子上 后来抄家 他们被没入了关中 一应身家财物都一并入了关 庄子也不例外 庄上的东西也不知如何了 日前他们听说 哥哥和我有意将祖父的冤子 修旧如旧 尽量地拿旧物布置起来 就想起了这件事 因几个庄子也都回到了我们手上了 他们就打发人去问 才知道那些家具 摆设 都叫庄上的店货分了去 如今还在呢 他们就花银子 把东西都买回来了 张氏文言大喜 真的 你是说 郡公爷用过的旧物 如今都找回来了 赵伟笑着点头 嗯 虽然不是全都找回来了 但也有十之五六 还有些东西 虽然还未找回 但也知道了大约的方向 尊儿已经令人追寻去了 想来不久之后 就会有好消息 阿弥陀佛 张氏忍不住 又念了声佛 脸上的笑仪 再也掩藏不住 赶紧叫人套车去 我要去侯府瞧一瞧 可还是当年的旧东西 赵秀笑着劝阻他 祖母 外套天都黑了 这时候过去 还能瞧见什么 不如明儿再去吧 我和哥哥陪您去一趟 张氏犹豫了一下 才不情不愿地答应了 接着又满心兴奋起来 你们祖父的屋子 我每日都要梦一回 屋里的每一件家具 每一件摆设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等东西寻回来了 你们都别动 等我亲自将它们板饭好 再也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你们祖父的屋子 是什么样子的了 赵秀先一步跳下马车 再转身过去扶张氏下来 张氏一边在孙女的搀扶下 踩着脚凳下地 一边念叨 女孩别这样粗鲁 踩着脚凳稳稳当当 嘶嘶文文地下车不好吗 非要跳下来 若是风大 吹起了裙子可怎么办 就算没风 叫人看见你的脚也不好呀 赵秀只能一边硬着 一边啰嗦回去 知道了 祖母就别念叨了 当心点 别踩空了 慢点走 赵伟将马交给了随从 笑着走过来 祖母觉得怎么样 前院这边全都是重新粉刷过了 损坏了的门窗 也都换上了新的 皇上刺了建南侯府 四个大字的玉笔 孙儿叫人治贬去了 还没送回来 如今外头大门上挂的匾 是太祖皇帝玉笔 前院正堂上的匾 就用金上的吧 张氏看着前院的房屋 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确实不错 工匠们做得很好 你记得要好好地奖赏他们 赵伟应了 又指着院子里新种下去的几棵树 说道 这是叫人照着从前的树种 找来成树种上 养了个把月 还算精神 如今正值阳春三月 花树都开得极好 等我们搬回府中 祖母就能天天赏花了 张氏看着精神的花树 心情不错 又问道 花园里的花草 可都种上了 长得怎么样 都种上了 长得还行 赵伟回答说 一会儿祖母可以过去看看 还有您院子里的小花园 景致也还不错 样式成的本事 果然不是空有虚名的 一番话说的张氏更加期待了 笑着对赵秀说 一会儿看花园去 还有你的院子 若是景致果然好 咱们这个月就搬进来吧 正好趁着春光明媚 你可以下帖子给精装归秀 也坐上一回东道 邀他们来开个师会 你已经坐了两回课 也该回请一次了 赵秀有些惊讶 他可从没想过 要自己坐东开师会呢 便有些迟疑 有这个必要吗 我虽然去参加过两次师会 那一次是跟咱们相熟的曹家 一次是与我有私家的芳武姑娘坐东 曹罗与芳武姑娘都跟我合得来 请我去师会也是正常的 可其他姑娘与我未必有那个交情 今年开春后 他们也有过两三次的师会 彼此坐东 芳武姑娘也参加过两回 可没有一个人给我下帖子呀 我要是开了师会 发了帖子出去 却没有人肯来怎么办 就算是曹罗和芳武姑娘愿意来 人数那么少 也很尴尬呀 闷心而问 他其实也不太想请一些 与自己不合的女孩子 到家里来做客 招呼人吃 招呼人喝 把人事后的舒舒服服的 回头还要被人挑剔说嘴 张氏对此不以为然 你跟别家闺秀打的交道少了 他们与你不熟 不请你也没什么奇怪的 你亲自坐一回东 把他们请到家里来玩上一日 以后不就熟了吗 再也不用担心会有人开师会 不请你了 京中闺秀就是这样消遣的 你总要学着跟他们打交道 不能整天窝在家里 自己看书抄书或是管家算账 好好的女孩 本来还有上几分灵气 都变俗了 赵秀抿了抿嘴 干巴巴地硬着声 心里却是不大乐意 他在家里照样学习琴棋书画 别的闺秀会的东西 他也一样会 怎么就俗了呢 难道这些闺秀 就不学管家算账了 再说 他俗了就俗了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他这辈子 都不可能达到祖母心目中 脱俗的标准了 他扶着张氏 跟在赵伟身后 简单地逛了一圈中路前院 这里是侯府举行 最正式的仪式活动的地点 侯府中一应大事 无论喜丧风降 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这里摆放的家具也最珍贵 而且有很多是遇刺之物 在经历了抄家变故之后 这个院子反而是最容易恢复的一个 因为所有被抄走的东西 都有清单可查 先帝赐还旧物时 也都把东西全部赐回来了 除了一些账卖和次要的摆设 是新的以外 正堂中的布置几乎跟十年前 老郡公去世之前一模一样 张氏看着这个熟悉 又陌生的场景 眼圈就不由得红了 接着他们就直接去了西路前院 那是老郡公生前养老的院子 按照张氏的吩咐 这里几乎不做任何大的变动 而是按照从前的样子 修旧如旧 把一些破损的地方修补好 将原来的家具摆回来 缺了的树种回去 务必要将它维持在老郡公 生前居住时的状态 公教们的手艺很好 办事的老仆人们记性也不错 张氏一踏进这个院子 恍惚间还以为这里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当他发现自己与老郡公 所一同种下的那棵老桂花树 变成了一株新种的小桂花树时 他就清醒过来 他含泪看着这个院子 心情有些黯然 只低声吩咐孙女 我们进屋里去瞧瞧吧 屋子里还有些空 屋子里的东西早在抄家前 就被清理掉了 什么东西都没剩下 比抄家还要抄得干净 就算是现在能够找回部分家具摆设 也不是样样都能保留到现在 一些早已不知去向的家具 只能用外形相似的暂时补上 因此张氏放眼望去 很容易就能认出哪些是旧物 哪些是新补的 物是人非 找回来的东西再多 这屋子也不是过去的屋子了 张氏悲伤地撑着桌炎 在中堂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坐下 这是他从前习惯坐的位置 椅子还是那张椅子 只是椅搭已经换了一副新的 他用手细细地摸缩着八仙桌面 发现上面多了许多的刻痕 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留下来的 这可是老郡公用了几十年的爱物 怎么有人敢这样的糟蹋他 他幽自默默垂泪 赵伟与赵秀对视了一眼 都不知该如何劝说 如果祖母建一次这个院子 就要伤心一次 那么他们把他的院子安排在隔壁 真不知道是不是个好主意 他年纪健大 身体也不是非常好 过去十年都过得好好的 可别回到旧居 反而天天以泪洗面 熬坏了身体 赵秀小声地对他说 祖母 您别哭呀 我对小时候的事情都不记得了 这屋子我来过没有 哪一些家具是当时就在的呀 您跟我说说好不好